我們繼續開會 接下來執行的議員是林副寶議員 時間15分鐘 謝謝大家的主席議員 設政各局處所長 大家午安大家好 不惜我需要一點勞工的問題 請示勞工局 局長 因為那天未通野連的問題 那天設政 那裡設計大學 我們張校長有帶人來找你嗎 要說得怎麼樣 議員的問題 應該是 那個不是社區大學的校長 他是一個美農的在地社團 不是我們這一樣 不是 他有 要說得怎麼樣 我有跟您說明了 因為我們說現在 劳動部有一個農事服務團的價位 我跟他說可以去申請 你請問一下 我今天要突顯出來就是說 屬於市場的地方 做農業都是七八十歲的 我跟妳說 我娘口在那種奶雞的 為了種七八公圈的八十歲以上 你知道嗎 如果我奶雞在出 他的期限 十天 更問的 更多的 不會超過二十天 你也要慢 他也要慢 他也要請工 我也要請工 有一陣子 我問一下朋友說 你奶雞怎麼不慢 他說我請工 整個行 都在那裡偷角 屬於市場 很辛苦 農民頭 在煩惱說 是不是會開火的 今天天氣 奶雞 你如果不夠冷 不會開火 今天天氣已經冷 可以開火的嗎 開火會叨的嗎 可以叨多少 結束好嗎 結果 讓你結束好 請不敢煩 是說真的 這是美鳥野人 採野人 這是一個冰山一腳而已 像美鳥採野人 你想 整天都要浸在水 雖然他有穿那種 套的雨 但是手也要在這裡煩 所以說 浸 這個時代 雖然 大家都要找工作 但是年輕人說真的 你去做這個行業 真的 照得照 所以說 他們在美鳥採野人 這麼嚴重 逼不得已 就是要 找非法的漏洞 所以說 他們就去請 人家 心裡的移工 好啦 要是來移親 移親就說 禁食 做一個工作 探一個外快 那天 都要抓幾個 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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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法規 不必說 我那天沒關係 不必講 因為我那天還有過迷路 有一個政 有一個政 壓著 他在那邊 臭臭 他說 我國王市政府 那是 人民要來理 也是在那邊 臭臭 說真的 那法的漏洞 不知道 比較適合 好像說七十萬 那多少 我沒什麼知道 那我七十五萬 十五到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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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個 個案一個 發一個 還是一個 個個個 好 來 全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這個案子在目前法律規定是 處罰是十五萬到七十五萬 然後我們也知道這位農民他的困擾跟他的困境 所以我們會酌情來做考量 那會把它當作是一個行為來看 一個整體的一個案 你不要一拉一反 這個農民也是老實人 好 請坐 說一下 整個美容 壓連 提案美容的經濟 屬於是一個很重要的 但是 你要等美容 屬於是請沒人 要怎麼樣 就是我所說的 乃姬 整個都香 但是這都比在意見 很多人都沒 很多人都沒 包括我們那裡要拆王來 整個都死了 要對誰一樣 真的不一樣 因為年輕人 老年 真的沒辦法 年輕人的農業局 有在鼓勵年輕人回去 年輕人回去種哪會 年輕人回去種火候 回去種南非 回去種玫瑰非 這人是在種的 但是這些傳統這些重的 這些香蕉 這些粗重的 都也是在那裡以前 原始以前 台灣經濟齊 那裡的人 他不敢放 八十幾歲了 你還要靠一個八十幾歲 以前 頭七公圈的 來自你 想不想 我說給你 實在很厲害 所以說 這個問題 我們政府要怎麼處理 我問問 農業局 我問人 叫 以前 台中 他們有 做一個 人力銀行 一個事辦 說 我 他會 跟三月 什麼 需要 人力的時 我就移步去 我 四月跟六月 有需要 要拆收的 人力 他不出去 但我聽說 台廣的 做得 不太成功 要是說 我們高雄市政府 有沒有這種計畫 請回答一下好不好 請 政經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的關心 其實目前 我知道 農委會有一個 農業聯合 爭財的平台 它是針對 青年跟農二代的部分 勞動部這裡有一個 農事服務團 這是我們這裡有一個 單位 其實我覺得 這個計畫是可行的 可以來解決 這個農業缺工的問題 因為 它是今年 勞動部那補助的經費 他們變了很多的經費 將近快一億的經費 給我們地方政府 來做這個農事服務團的計畫 那它可以讓 包括你 茶葉 果樹 蘭花 沒有養股的 只要是有農民 資耕農 電農 或是沒有公司 沒有銀燈的農戶 都可以來刑請 現在有一個問題 是不是要比較 努工 這樣的工程 請四個台灣人 竟然可以有一個 外勞 沒有 這是我們 尖對台灣人的部分 台灣人比較難聽 我現在是要說 是不是如果可以申請 我們新的移工 可不可以 農業部分沒有開放 沒有在開放外勞 農業部分沒有開放 那首先也是一樣 你如果剛才 既然基山地區 這麼僵就好了 就是沒有 沒有 沒有人要做 你是說 我萬來資 不是太多人 我也要去訓練 中秋 像 類似一個人力銀行 對不對 我當時要創立 我當時要創立 還是要創立 因為他們的專業 我可以來申請 就是以前的古早時代 我在拖替服務 我需要很多人 我去申請 有沒有 以前古早時代 八十歲 那時候他們的時代 然後用請 我今天需要怎麼會 我就去跟一間公司 他們是 電力公司 沒有什麼公司 就一個粗錢 我幫他請 像一個資資會社群 我幫他請多少工 要來做 這樣 是可以劣勢這樣 他們可以分開 我二月到三月 三月到幾月 給他分攤 這樣有時候 如果要需要工的時候 有人做一個仲介 讓他們合法化 所以我就在說 你台灣人 屬於很少 所以我的意思是 新的移工 移工是不是有卡住 跟我們的工業相當 我們四月在地台灣人 這樣可以請一個 外籍的移工 是不是 卡住這你就沒辦法了 我現在跟議員報告 現在政府在開放外勞來做這個農事 目前的態度是比較保守的 因為農業的形態有季節性 有時候有空 有時候他沒有像我們有一些製造業 工廠 他現在就是有企業心 所以我就是在說 我一月三月五月來採野蓮 六月七月是不是 台積在家的時候 八九月我來採哪一月 有一個 一年都有 一年都有 對 對 我是在現任銀行 來示範看看 不然我告訴你 你未來採電這個問題 當時的存在 到買的時候 你那裡就是十五萬起床 屬實說這個 你聽說 那十五萬壓電 要採多少你知道嗎 我怕是 那是我今年 今年Q的問題 採有比較好 繼續看 不然說真的 發十五萬壓電 一年一年就不好了 那一年就要採十五萬了 那很辛苦 那比在採零角的零角收工 都在那裡 在那裡 所以說很多問題 那不是那是 平山一角而已 其實我了解 我們東方有時候 農三民在出的時候 要顧工很困難 真的困難 有時候他的傷疾是 疊疊的而已 說是不是 我們勞工局 可以去思考這個問題 讓我們政家缺工的問題 去做一下 可以解決 還有 有時候 近老子 在你的醫生 甚至近老百姓 跟近 整個 每天都說得到 大家要無策策 你知道嗎 要無策策 但是我認為 有時候 說我如果要結賞我 像我的時代 擱工廠都會問 不是說班長 今天讓我加班 要跟我們拜託 所以說我也 不要說他現在落工 我剛才說 警察局的經營 他調來勤 沒有加班 他就公平 說我也要來 經營多勤 我需要加班 經營 他家庭也需要 加班 來特級賺我錢 所以說這個 一列一燒這個問題 主席說這樣 近老百姓 也有很多 無策策 給你解釋一下 好不好 解釋一下 請政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的關心 一列一休是為了 要落實我們的 單週四十個小時 然後減少我們 勞工的工時 所以把原本 勞基法規定 每七天要有一天 休息日作為立假 改成每七天 要有一天作為立假日 跟一天作為休息日 那立假日 勞基法的規定 是不可以出勤 不可以上班 不可以加班 休息日一天 可以上班 就是勞工 雇主徵得勞工的同意 然後或者是工會 跟勞資 勞資協議就可以了 對 他可以出勤上班 好 你想一下 這是這樣 所以我跟您解釋一下 你本地 你就規定一個月 一定要休息一天 他就休息 我今天要休息一下也可以 我老闆和元工 做一個協議 請你來加班 我就收三百錢 加班肥給你 你如果需要家庭 有需要這個加班肥 你需要加班就OK 所以這是 不是說整個都不好 屬於有很多工人 他也是說我要花錢 有時候孩子要煮一個 這是一個很多方面的 但是 我們的選團 屬於說真的真的還要加強 我剛才有一個朋友 他在賣飛哥 除此我也不相信 他要拜師 請我們的工讀生 工讀生來 就叫他減肥 不知道 翻兩萬 翻兩萬 那樣 我那時候 馬民在想 因為我就是要跟他工讀生 我就是要請六百錢 你知道嗎 要三百錢給他 從我一點鐘百二百 他一點鐘要兩百錢給他 我也沒想到 我就跟你講好了 我工讀生就是六百 我就百二百 結果他來給你檢基 說不能依照勞基法 禮拜天是休假 你來加班 還要加班給他 有這樣嗎 但是 我們的別人翻兩萬 我那兩萬塊 你還要休息 什麼要回答一下 誰回答 請安全再回答 請回答一下 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林議員的關心 應該 如果是國定假日 那天要休息 你來加班 那個才要加倍 如果是一般的休假日 我告訴你 他是工讀生 我就拜他買一百 生意比較好 我請拜他買一百 工讀生來幫忙 但是國讀生在安律中很減基 你們給我的信息 說還是依照勞基法 要三百的薪水 我朋友去要翻兩萬 兩萬對嗎 我兩萬塊 因為他是工讀生 然後而且星期天 不一定是他的立假日 對啊 那個立假日是可以去做雙方的約定 但是 我忘記了 我回答的就是 說他就是 不錯 一定要照勞基法 什麼錢 沒有了 局長 發什麼 哪一個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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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回答一下 好不好 我記得來幫你討 羅科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剛剛議員所關心的 所有工讀生 他所適用的勞動法令 跟正職人員都是一樣的 但是有幾個前提必須要 讓大家也知道的 就是 第一 第一 立假日不等於星期天 但是七天內 至少有一日的休息 作為立假 那對於工讀生 這些部分工時的工作者而言 他們的國定假日 只要有出勤 他就要加倍給薪 所以剛剛你所提及的這個業者 有可能 那一個星期天 剛好是國定假日所在 那他不是因為星期天的緣故 他是因為國定假日的緣故 必須加倍給薪 這個就是希望讓業者也能夠理解 國定假日的權益 所有的工讀生一樣要享有 再兩分鐘 公讀生我也是一樣請你 我說今天請你 我不是 我不會請你高月 你來加班的 不是 我就是我今天要請你 因為今天就是國定假日 今天是禮拜 我就是比較不容易 我不要請你來 為什麼要給我什麼錢 我們剛好就說 像過年這天 過年就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特別的日子 他特別來出勤 所以那天 他就有加倍給薪的要求 因為我的認知 我是說公讀生 我不是長期請你 我是 我要請你那天 我也跟你協調好了 我這天 一點點就是國營 對不對 我跟你協調好 學商好了 對啊 對啊 我是剛才請你那天 我不是說一禮拜 是我按照你 我要請你一禮拜 我要一天給你休息 一天休息 我要三杯錢給你 又不是 對 還是剛才這個禮拜 你要有國定假日 我還要加班費給你 又不是 我剛才請你那天 為什麼還要雙倍給你 我就做納悶了 就是剛剛舉的例子 就是 例如今天是五一勞動節 五一勞動節是勞工的假期 那雖然公讀生 只有五一當天出勤 因為我可能當天生意比較好 那他仍然 必須針對五一的出勤 給予加倍的工資 這個宣導 有時候 這會做 做那個修行業 我說真的 大家都要發到 一百的 還要發九十九的 我說真的 所以說有時候 宣導的時候 我們朋友也說很奇怪 出勞不來 我問你 你說也是依照 我們普通的勞計法 好啦 議長謝謝 我改正就好啦 謝謝 謝謝林議員的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議員是 蕭永達議員 時間十五分鐘 好 感謝主席爾登議案議員 各位事務同仁 一位同仁 媒體朋友 還有市民朋友 大家好 首先先請教社會局 姚局長一個問題 有關於長照2.0 就是把長照1.0 擴大適用這範圍 如果擴大適用以後 高雄市 以目前您出估 長照1.0 範圍有多少人 長照2.0 有多少人 請姚局長回答一下 來 請姚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關心 我們目前長照10年的服務人數 約42837人 等到明年正式上路之後 我們放寬服務對象 人數預估是82993人 主席 主席 我請教您一下 以今年實際預算編列的情形 大概高雄市長照總共總金額是編列多少錢 有關長照 社會局跟衛生局加起來 在長照經費的部分 大約為83700餘萬 還不含那個園民會 只有社會局跟衛生局 不是 還有園民會有預算在裡面 園民會經費是另外吧 另外的吧 園民會多少錢來 園民會主委您回答一下 現在長照的是多少錢 謝謝議員 我們大概有300多萬 就是中央補助的 那每年要按照社團的申請數 還300多萬 我們是社團 全高雄市 所以姚局長 全高雄市是8億3000萬 再加上園民會的300多萬 是這樣嗎 好 那姚局長 麻煩你報告一下 那個編列的項目 編在社會局的有多少錢 然後實際的項目跟金額有多少 然後衛生局的也麻煩你說明一下 請姚局長答覆 105年我們今年的部分 我要全部嗎 居家服務 大象報告就可以了 是 居家服務是最大宗有6億多 那其他有日間照顧 家庭託庫 交通接送 失智症 日間照顧 老人的營養餐 營養餐飲 還有輔具 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還有公費安置 就是在長照機構的一些補助費用 還有相關長照服務的部分 設政總共是8億 一千兩百余萬 那衛政的部分主要有三項 居家護理是比較大宗的 是一千七百多萬 然後另外還有社區居家復健 三百多萬 喘息服務也是三百多萬 所以衛政的部分總共是兩千五百余萬 所以主要的費用幾乎都還是在社會局嗎 對 社會局比較多都是 生活照顧直接服務的部分 好 那這樣子我了解 然後 所以主要的負責的單位還是在社會局的部分 接下來我來請教那個勞工局 勞工局長 局長 有關於公使的部分 我們現在在講一例一休 之所以政府要改變的原因就是 台灣的公使 我們好像只比墨西哥低 我們是兩千一百四十一小時 然後墨西哥是兩千兩百四十六一年 我們高於南韓 南韓是兩千一百一十三 換句話說 台灣人公使呢 在全世界 我們算是 以目前為止 算是全世界 只輸給墨西哥 是這樣嗎 來 請政局長答覆 我的數據對不對 對 謝謝主席 謝議員 對 沒錯 這個數據是根據那個 OECD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他們所公布的國際資料 所以以目前的狀況 其實台灣實際公使 事實上是偏高的 對 是這樣子沒錯 所以要推一例一休 就是說核心的目的就是把台灣人的平均公使應該是下降 比較合理 是往這個方向推 是這樣嗎 我來請教局長另外一個問題 以目前的狀況 如果是推一例一休 然後取消七天假 現在政府主要要推的是這個政策 這樣的話 以目前我們高雄277萬人口 有多少勞工 100多萬 勞工的話有137萬 137萬勞工 當然勞工有分很多種 有職業工會 有產業工會 很多種類型 一例一休 然後取消七天假 這樣的制度 對高雄市 100多萬勞工來講 對哪些有利 對哪些是不利的 麻煩你解釋一下 取消七天假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我聽得懂 既然是有人要去抗議 抗議政府 那一定是 你推一例一休 取消七天假一定是對他不利 不然他何必抗議 所以 對哪些是有利的 對哪些是不利的 在你的抗法是哪些有利 哪些不利 如果 如果 就一例一休的這個制度 對於南部的勞工其實是有利的 尤其是我們南部的薪資水準 是比台北北部還要低 那 局長 正常 一例一休 跟取消七天假 要合在一起看 因為現在中央要推的 而且是在 常常有人去抗議的就是 你沒收了七天假 所以 政府 推一例一休的原因就是 一例一休退出來以後 他覺得有 多了多少時間呢 你多了十三天的休假 所以他才把 七天的利假日砍掉 所以這個是要合在一起看 就是 推一例一休然後取消七天假 以高雄市一百多萬勞工來講 是對哪些勞工有利 對哪些勞工不利 這是那種唯一問題 你覺得對哪些勞工有利 譬如說我舉例來講 對中央 有利 有利 有 為什麼有利 現有的國營事業的勞工 對他們來講 是越穩定的這個制度 對他們是越有利的 一例一休然後取消七天假 對他們是有利 一例一休 要取消七天假 七天假 對他們是有利的 對 對 所以抗議他們不會去 他們會不會參加抗議 目前的台北的勞團 有一些是國營事業的勞工 為什麼會去抗議 既然你講對他們有利 他們還在抗議什麼 因為在勞工的立場 當然是希望國營假日 越多天越好 是這樣嗎 對 真的嗎 對他們希望休假可以多 但是我們的立場 我們是希望休假能夠全國一致 我知道 就是 休假全國一致 這大家都沒有意見 是全國一致以後 你把那七天 七天國定假日砍掉 在很多勞工立場 你把七天國定假日砍掉 你可以改成特休 就是他一個禮拜 一樣是一例一休 就是有幾天 就是公司可以自行調整 把它改成特休 就是全國放假一致 這沒有意見 但是差別就是差別 在這個制度改變以後 你覺得以高雄市勞工來講 有哪些勞工會受害 譬如說去抗議的很多都是大學生 或是剛入社會 那些人會受害嗎 因為他們如果是學生 他們可能有一些會去打工 會部分工時 這對於部分工時實行制的勞工來說 會比較不利 因為他們是有出勤 才會有薪水 然後另外就是說 國定假日七天減掉之後 國定假日減少了 所以你認為對部分工時的勞工 是比較不利的 確實是比較不利的 對 所以你覺得 這個一例一休 然後配合取消七天假 除了這些人以外 這些人數聽起來有很多嗎 如果以高雄市來講 有很多這種的 部分工時的人數 我沒有統計資料 沒有 我們這邊沒有實際的部分工時的人數 可能要從 勞保資料 好 我們是不是會後再查一下 把這個數據提供給議員 OK 部分工時的人數 以及實際上面的人數 就是部分工時的投報人數 可以 好 另外我來請教你 一例一休 然後配合取消七天假以後 整個下來 台灣本來原始的工作時間是 2141小時 如果是一例一休 然後取消七天假 我們變成工作時間是多少小時 然後 會跟 台灣跟OECD的國家工時比較 我們會落在哪一個區塊呢 比如說我們原來是比德國多工作三個月 然後我們的工時只輸給墨西科 那如果真的這個政策推行下去以後 我們是跟哪一個國家算同等級 這樣我們工作時間是多少 我們計算一下 減少之後變成2086小時 還要算嗎 我這邊有 減少 減少之後變成2086小時 其實還是普遍偏高 比希腊高 原来是2141 改成一律一休取消七天假以后 变成多少 不好意思跟议员更正一下 如果是单周40小时之后的总时数是2093个小时 2093 所以在这个表里面 还是比韩国少20个小时 还是普遍偏高 还是普遍偏高 好来 局长你请坐 因为我手上的数据 你提供给我的 私下我问的数据跟你 因为当场在算的不太一样 没关系 私下再核对一下 主席我今天咨询到此为止 谢谢 好 谢谢肖议员的执行 接下来执行的议员是林明杰议员 时间15分钟 谢谢主席 那我们前面的各级处的长官以及各级处的团队 以及我们高雄市所有的市民 还有我们议会同仁以及辛苦的各位媒体大家好 大家平安 那我这边想要了解 想要询问 想要确认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针对原住民委员会的部分 原住民委员会的部分 第一个我可能要请我们的主委 也告知我们这个状况了 我们年住民委员会有一个项目叫部落安全产业 计划的这个部分 我们最近纳马虾因为 从巴巴水灾一直到现在 甚至于今年度联系的台风跟豪雨 真的造成我们原乡很多的道路 又有产销运输的这个道路的破坏 所以我们提了一个紧急急急急的一个计划 那就我们纳马虾来讲 我们这个我议员的服务处里面提出了18个案件 这个是经过我们筛选过的 就是因为虽然我们部落提出很多的案件 但是我们筛出了18个案件 送到我们原民会 请我们的原民会协助 将我们这一个案件 做这样的一个签诚给市长 是不是能够帮忙 那我们在整个案件里面 也做了地方商的需求的排序 这个需求 但是我这边想要问的是 当我们将这个排序是因为我们是在我们是在部落直接面对我们乡民部落这个主人的这个第一线 所以我们做要做这样的成群人的排序 但是到原民会要提到我们市长办公室的时候为什么有非常大的变化 为什么没有按照我们的排序 也为什么没有跟我们一眼做个联系做个沟通 为什么要直接将这个排序做这样非常大的变更 这个是我想要了解的 因为其实去年我也有提过 也有讲过 只要是议员 提的意见 如果有需要变更的话 是不是跟我们议员智慧一下 哪怕是私下沟通也可以 但是我看到今天我们送到市长室的这个非常急需要处理的这个建议案件 有点痛心 所以这个等一下请我们的主委回应一下 第二个 在11月7号礼拜一的那一天 我们中央人民会到明高雄市 做我们国家级原住民博物馆的这个选职会刊 那天我刚好也有空档 就也非常关心 这个国家级的博物馆 因为它不是文物馆 是博物馆 所以我从山上特地下来 但是我碰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现场的时候所选出来 我们高雄市政府财政局给我们的这个住址 这个位置实在是让人看了痛心 怎么可以摆在鸟不生蛋的地方呢 怎么可以摆在住宅区的地方 而又摆在我们大坪顶这个完全没有开发的这个 而且开发也不会造成我们这个博物馆 有正常运作的这个状况的这个地址 所以我在这边 想要请我们的主委也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议员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一个大的计划 那天也听我们几个评审委员他们在讲说 你们这样的报告简报资料 可能是八个县市争取当中的最后一名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设 而且是关系到我们整个台湾原住民 甚至于我们高雄 可以凸显所有原住民最好的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可能会让给人家 也不错 当初中央还接纳了 我们主委提的就是说 能不能给我们高雄市再提报计划的机会 那我在这边可能要请我们的延民会 加油一点 因为那天我们的秘书长也参与 主持了这个选职以后的这个座谈会 那天我非常强烈 也非常强势的讲了这么一句话 今天这个是国家级的东西 要建筑在我们高雄市 而且有八个县市在争取 为什么我们高雄市 我们这个提案的这个层级 为什么不提升到我们高雄市来主导 因为这个博物馆当初后来私底下也跟我们几个委员 提了这个他们最主要要看的 他们的重点 我那时候提了卫武营 把卫武营的这个好处跟摆在卫武营 为什么要摆在卫武营的这个重点 也讲了一下 因为卫武营周边 卫武营的福地有42公顷 目前音乐厅国家级的音乐厅有10公顷 使用了10公顷 特殊商业区也将使用10公顷 还有22公顷的土地 闲置在那边 可能以后变成公园 那我这边当初也强烈的提 提给我们秘书长讲了这么一句话 我一定要把我们国家级的这个博物馆 原住民的这个博物馆建在卫武营 因为卫武营 它的周边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 也是我们高雄应该算数一数二 非常好的一个点 如果说这样非常好的一个点 如果也将我们原住民的这个博物馆的元素 寄注在这个区域的话 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卫武营的这个交通 我们卫武营的交通高速公路 下车应该都可以走路了 一下交流道就可以走路走到卫武营 卫武营也有228纪念公园 卫武营可能也是我们轻轨 未来的一个动线 那卫武营它的四面都是道路 再说我们卫武营在除了音乐厅商圈特期 周边还有体育馆 还有我们高雄市的职集馆 原住民我们沿高雄市 我们沿高雄县的体育馆也都在附近 要说学校 中正高中 很多的国中很多的国小都住在附近 那也有我们高雄市议会的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高雄市议会 是我们很多国家经常来拜访的一个地方 来到我们议会以后也可以带到我们博物馆里面 来参观我们台湾16个主群 过去属于这块土地的主人的这些博物 所以而且我们高雄市政府凤山行政区也在我们卫武营附近 所以当初我提了这个 我那天也讲了这些话 但是不知道秘书长有没有转达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主委也跟 等一下也做个回应 第三个 最近在部落常听到土地真化边的状况 这个土地真化边指的就是 过去国民政府还没有来到台湾之前 本来就是原住民本身个人的土地 但是在我们国民政府进来以后 竟然是强占变为林务局辖管的这个土地 变成我们原来土地的地主变成是成租人 我们想要要毁这些土地 但是最近我们部落常讲 我们已经申请了好几年 也给了很多的资料 什么都给了 为什么都没有看见这个资料 为什么我们市政府中央公所 都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一个回应 这个是不是我们原民会这边也告诉我们 到底是不是林务局不放 还是林务局还想霸占强占 我们本来地主所拥有的这些土地 请我们的主委等一下也做个回应 如果没有办法回应的话 资料没有办法提前的话 用书面都可以 那第二个想要针对社会局的部分 最近我们最夯的应该在高 我们整个台湾就我们新政府在总统上任以后 最夯的就是长照2.0 长照2.0 在我们原住民来讲 应该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新政府也将我们过去所长照1.0 所没有的这个福利也纳到里面 就是我们所谓的平地原住民也纳到我们这个长照2.0 这个是要感谢我们政府 政府给我们平地原住民的主人这样的一个政策 但是我这边可能要请我们社会局协助帮忙 就是过去长照1.0 所有计划的推动 其实我们原住民都不知道 政府有做这样的宣导 但是因为没有完全没有很完全很完整的做这样的一个宣导 所以我这边要请我们的社会局 是不是能够就现有的经费 甚至于跟市长要释放起来也没有关系 就是说做我们原住民 不管是都会或者是原乡 做这个零星零星的这个宣导 比方说利用我们的教会 利用我们的社团 利用我们的同乡会 在聚会的时候做这样 彻底的做宣导 因为在宣导的当中 也不要分说三地平地的原住民 只要是居住在我们都会区的原住民 都应该给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福利 也都应该让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政策 这样才有感 不要说政府在推动所有的福利政策的时候 我们原住民都不知道 其实有在推 但是我们的宣导不够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局是不是也做这样的一个推动 如果说真的没有时间或是没有人员的话 也可以结合我们 配合我们的人民会 做这样的一个宣导 最后可能也有提到 就针对社会局 过去的两次的定期大会 我这么提过 因为在我的险区里面 并不是针对我的险区 但是我的险区里面 我们原住民居住 越来越多 尤其是山林 山林从过去的一二十户 现在已经将近到四五百户 所以我这边前面两次的定期会 我常提到就是说 是不是用工材给我们增加两个服务员 因为服务员对我们原住民的 这个工作是非常重要 因为他可以直接找个案面对面 甚至于没有个案 他可以找个副做这样一个面对面 宣导我们市政府推动的所有的政策 因为我上次提到这两个 第一个就是针对我们甲仙内门山林 还有美农岐山 这个地方的原住民 第二个可能就是针对沿海 就是我们决定湖内 一直到我们的止关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变成我们所有政府 我们政府推动原住民福利 或者是推动整个政策比较死角的地方 因为居住的非常灵散 这个部分是不是请我们的社会局 给我们更多的关心 跟给我们真正的感受到 我们市政府对我们原住民的一个德政 那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圆明会 看是主委回应还是我们的主长 好 那我们先请圆明会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林议员 那首先对林议员关心的 纳玛夏管理部落安全的工程需求 这部分当然议员也为民喉舍提了十几件 不过我们按照我们相关的作业要点去处理的时候 因为部分是比较编列为私有地 所以我们就有做剔除 那我们按照符合我们处理要点的作业 总共有五件 所以这五件我们签上去是已经审查合格的 按照规定合格的 所以它排列的它虽然写序号但是不是排次序 是排这个编列的序号而已 所以这五件没有先后的问题 这是我们会列为我们要乘坐的一个工程 先跟议员做个说明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于国家原住民博物馆这部分 那我们其实财政局也提供很多的土地 所以我们在众多的土地 自己就是做了一个评估以后 选定大屏顶这个地方 那11月7号我们也邀请议员来参加 就是可以帮忙表达地方民意的一个需求 那我想我们在现场的整个表现 我想这里可能要跟议员做个补充 其实我们本身提供给中央研民会的资料 还算蛮齐全 因为包括整个我们为什么要争取什么缘由 那我们在高雄地方的相关的教育资源 或是相关文化等等交通等等资料 都有提供给中央 当天因为我们考量到说以为中央它的评价是针对土地这个部分 以及交通的便利性做考量 所以我们简报没有特别把周边的资源做一个报告 我想这个跟议员做个说明 那对于是不是全国最后我想不是 因为在全国争取的县市里面 我们的层级算是蛮高的 我们是由秘书长来主持这个会议 其他的县市可能只是一个研民局的主管 研民主管来做主持 那隔天11月8号 徐副市长特别重视这个案子 也找我跟我们的秘书长做个讨论 那我们对于土地的部分呢 有指示我们要另觅一个更适切的土地 另外一个部分呢 徐副市长也指示我们研民会呢 要请专家来帮忙做整个国家级 原住民博物馆的一个规划报告 那我们会在12月10号以前呢 提送中央争取 那另外我想有关你刚刚提到 整个原住民土地恢复权力这部分呢 涉及到林屋级的土地部分 我想林屋级在审查过程里面 或有他们的意见 那这个案的部分呢 我想我会请同仁 那我本身也会去了解看看 他是在哪个环节 林屋级在这个部分 有一些不符他们规定的部分 我想这个案的部分 我再跟医员做一个报告 那刚刚有提到社会局 就是关于服务员的部分 我想这个我顺便先做一个说明 这部分我们 因为我们在这个委员会审查的时候 委员会也告诉我们说 希望可以先争取其他资源 那我们也提 我们已经把议员所提 我们有五个服务员的需求 已经提到中央圆明会的工采委员会 我们希望也争取中央的资源的意图 以上就是说明 谢谢 来 请社会局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的关心 其实我们工采的这个部分 其实会议上 大家是认同 由原民的服务人员来提供相关的服务 但是因为我们工采里面 各项针对原民的服务方案已经很多元 所以我们这个因为要原额禁用 必须要原额现在的规定是原额都冻结的 所以必须要原额先通过才可以有相关的一个经费聘雇 那所以有送到原额委员会上 那开完会的时候 人事处这边有建议说 这个部分可能要请原民会争取中央的资源 所以这一块的经费的部分 辅方向目前是希望我们尽量跟外面争取经费进来 那我们工采这边的一些费用 可以继续支持原民会其他的一些各种不同的方案 尤其有一些长照在社区里面的一些服务方案的经费 也是由工采这边来支出 所以以上做这样子的补充说明 好 再一半钟 我这边可能要跟原民会主委提到的就是 你们筛选石油地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部落安全的这个计划 其实住在原乡的人都知道了 我这一块土地这么大 我如果说开路从中间周边的人都会过 只是开在我私人的土地而已 没有开在别人的土地 但是实用的人是周边的 所以我刚才提到说 是不是我们要在筛选的时候 是不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沟通 那第二个在土地的这个我们博物馆的问题 这个土地的部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提到我想要的魏武云 你们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 那如果有或没有的话 找个时间做个回应 那林文杰的部分因为是公所受理 但是老百姓都没有 好 谢谢林明杰议员的执行 接下来执行的议员是林婉荣议员 三次时间三十分钟 好 谢谢主席 今天是我们设政部门的应务咨询 我们社会局跟我们的民众的福利 这有很直接的关系 所以那我们的劳工局 就跟劳工就有贴切的关系 那我们的园民会跟爱乡爱土地 是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就也再呼吁一下 我们如果能够大家 你们在忙碌当中 跟我们的民众接触的时候 不要说 就希望说你们透过你们的业务 有机会的话 尽量去推动 我们就能够一周一舒适 尤其大家原民会 我这样讲可能对你们 好像有一点为难 因为我看你们在很多的 就是庆典什么时候 就是结婚或是有很大的庆典的时候 你们都是用那个烤乳猪 这也是你们的文化 那他们要做这样子的文化 我是尊重 我没有意见 但是也可以说 因为对原乡 我们如果大家可以爱护地球 就是不会有天灾地变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对你们有更多的保护 这个是我们大家共同来做的 我就是想一周一舒适 应该是没有什么的困难 好 那我就进入今天的主题 那我今天要跟社会局来做咨询 但是如果我没有咨询到其他的局处的时候 我希望说你们不要说去滑手机 就请听一下 虽然不是你们的业务 那我也希望说你们也借由 你们虽然现在不是你们的业务 可是你们也会跨局处的去 有的要去别的局处去服务 这个相关 我觉得对你们都有帮助 好 那我就直接进入我今天的主题 那为什么要讲新北市推动可食地景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水泥城市 它就是有很多水泥在那辖区有很多水泥 但是可以变成绿印黯然的地方 就我有做着一些的比喻 像这个是台北板桥新北市 这个算是社区里头 它的中庭 它有做这方面的可食的地景 那这个算是大坑的大坑溪的旁边 这是林口 林口的 它是大厦的顶楼 只要是他们可以去申请 那这个是泰山的河滨公园旁 这种的就很漂亮 这个河滨公园旁 还有大坑溪旁 这种的就很漂亮 那我们高雄市 也因为县市合并之后 我们的服务员也比较大 那因为我们住在都会区的市民朋友 是真的很需要说有 有银滑族 像我们前阵 就在新人国中的旁边 有在南区 有银滑族的荣源 那它是利用闲置 就是闲置的空间 它这个本来就是我们市府的土地 它利用闲置的空间 变成可食地景 这个也是世界 这是世界的新趋势 在重视食物安全及食物教育的 这也是社会的一个潮流 那种植可可以吃的植物 也让生活在都市的人们 也让体验田园之乐 也兼具身心灵有疗愈的效果 对实案的议题 也有正面的注意 这个是我们 这个是之前 宛容也在我们市议会 也近14年的期间 这都是我们去推广的 跟银滑族 让他们有些银滑族的人 他也可能会去扑荣 有时没有 但是他们有可能去用一般的 那种就是撕毁的时候 他没有去用堆毁的方式 那我们都是身体力行 我们就是去推 去推动大家来尽量 可以让我们的土地健康 让自己健康 这个是银滑族的 那个庆祝母亲节的时候 我们有去推广 金丽汤的那个师座 那银滑族 现在是这个农场 也是我们长辈交流 也是一种他的媒介 有时候住在都会区的人 他们楼上楼下都住大楼 住公屋 有可能就是大家可以来这里的时候 他们在可提供 这个是银滑族的长辈们 那他在收成的时候 他也很坤重的 他们也会去 给我们的理赖 让他们可以在这里共餐 有些人还更抛砖引玉 他也很爱心 他在这里有一个或两个 这个要照顾的嘛 他也会送给他比较弱势的家庭 他会做修容 所以也有兼具教育生态景观 及我们连长的 连长者在这里可以修气 这可以说是多重的效益 我们去看 哇真的是很棒 你看他丰收之后 这是有机的 我们去看到 有些菜都真的种得好漂亮 那个局长 我希望你看着我的图说 不要滴着你的在滑手机 这样子我是很 不会很高兴 我是不高兴的 那你看这个还 我相信局长是没有去过 那这个你知道吗 这些营法族的长辈 我感觉他们吃得很好吃 他们也真的是 他们减轻我们政府的 医疗给付的负担 因为他们每天早上 就三四点就出去 我们的那个什么秀群 那个科长在校 对你们都很清楚 那这些 这些那个长辈 他都睡不着 他们很早睡 睡不着 他们就去了 三四点 四点我就去这个 这个菜园 在那里看 看他一天一天的长大 你知道吗 他们出了的时候 早上四点我就住 然后五点我六点也不等 他们去的时候 真的当时也都没有那个厕所 另外他们去就要进入了 这是憋尿 因为我要说台义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 我们的长辈听 他们憋尿 憋尿憋得不行 我感觉在我们家庭的 一些老板 他们憋尿憋得很辛苦 他们会去那家庭 去旅行照片 有时候会憋尿憋得 他又在碰公 又在出问题 这样子就不行 就不好 我还觉得 很感心 你看他把他去一个 自掏腰包 去一个五星级的公厕 真的是太棒了 那他这个 这里小朋友也去做 户外的教学 这都我们去 刚好是小朋友去 我们也 这个是婉容 在其中 那我们就在那边做宣导 小朋友去都好开心 那这个 这个都是 这是我们陈老师 陈老师他是 胡想国小 不是胡想 瑞想 瑞想国小 老师退休的 他们退而不休 他们去了 老师的 退休老师就在那边 赶引导 我觉得 你看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他们都好开心 包括婉容也跟他们玩在一起 那当天 就刚好是母亲节 那我们也就去推广 天天五七九苏果 健康跟着走 这个是很好的场域 当时这个地方 也是都空空框框 也没有 没有一个 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 当然是当时 婉容也去给他们争取 他们争取之后 就刚刚那个 等一下我再秀给你们看 那这个营法族的农场 也成为 变成我们中北交流的地方 是不是社会局应该要多加的去关怀 这是老福科的业务 老福科的科长好像是新的 跟我的互动好像就没有那么多 老福科的科长是谁 是您 好 您请坐 因为我跟你们社会局 我差不多 每科学的科典我都有熟悉的 不过高典我都有熟悉的 但是您这个老福科的科长 我就比较没有那么熟悉 他可能是刚升任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 那个 量棚 量棚 那这一次因为 台风 因为台风 他就把那个 那个是那一次的 那个台风很大 叫 叫什么台风去了 那个叫 墨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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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给我们弄问 把我们弄到真的整个 那个村子都背去 这个是当时 它是一个简易型的帐篷 这是简易型的帐篷 这是临时的 是以前 这个原来的梁棚 它是侧面 这个是梁棚的正面 本来这里也都没有 也因为我们的长辈 他们早上就出去 都在那边晒太阳 晒到黑的面 都这样黑色色 我是有一次我去 我说 那是怎样 你怎么会这样 拍到黑色色 我们就去政策 整个都这样 那里头很大 我们台湾的 尤其南部 我们高雄的 那个太阳 比较热情 就把他们晒成黑黑的 我说 怎么是都会去的人 我们就在那里开玩笑 后来我就 那当时那个 这个局长 我就有争取 就把我们做了 这一次的 墨南地台风 把我们都飞走了 都把我们吹走了 所以 吹走了 他们这些长辈 他们又是 在那里打在头 打到黑黑 所以 后来我就有请了 我们的老福科 就来帮我们的忙 是不是可以来 给我们新建 再好玩一座 我知道 局长比较忙 所以我就 我就跟那个 我们的老福科 这边来做联系 后来也很感谢 就临时 帮我们弄个遮阳棚 就是现在的状况 这是我们高雄市 我们的南区 云法组的荣源 那刚刚我就讲说 有那个疗愈的作用 真的在我们这个 云法组的对面 刚好有一个802 我们也腾出一个空间 让802的那个 金帐的朋友 就在那边 他们就是有金帐 结果治疗之后 已经可以 恢复到我们的社会 当社会人的时候 不在医院里头 就让他来这边 种种菜 让他们有疗愈的效果 所以很多人 就因为在这边种菜 他觉得心情就好 好之后 当然他就会变一个健康的人 他们就去社会做工种 所以说可以利用 这个闲置空间 就让他可以 可以让他在这里 政策 也让大家可以在这里 很快乐 那是不是我们的局长 针对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来给我做一个回答 要怎么摘损 他的粮庭急需 希望我们社会局来 益助金会来整建 何时可以修缮完成 这就是那天 我们的鼓掌有趣 鼓掌他也很棒 鼓掌去 那这个是临时搭的 那我们很多的长辈 就在那边 所以期待说我们赶快可以 来做一个修缮 一个整建 他觉得 是不是过去 他用那种 有那种 是检疫型的 那如果我们这里 可以用 看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 可以 比较坚固的 我是觉得 时间上的关系 等一下 你再给我回答好了 我就一并 就把下个问题 两个问题 我就 顺便 好来 那我们现在讲到 我们长照的问题 我们的 这个 可以说 未来 要如何给我们下一代 做准备 我们的 这杯 要让他 可以 因为 那个 老年花 要给我们 我们的 孩子 当然 我们在这一代 我们就要做好准备 所以现在少子花造成老年 人口快速的增长 台湾已步入高龄的社会 要如何来因应 高龄化的时代的来临 那每个人都会老 每个人都会老 那不是只有 现在 不只是 为了我们的长辈 也要 更要为了 我们下一代来着想 那 那现在是 本期是从 那个 国家发展委员会里头 掉的资料 那你看 105年 我们看105年 我们 扶养 扶养比 是36.2% 那 那扶幼 扶幼比 他是18.2% 那扶老比 是18 就18% 他们的 现在还是 孩子 齐的孩子 那个比喻 比较大 比较多 接下来 那我们来看看 115年的 预估 你看 他的 比 他的比例 就 就很可怕 你看 光是10年 他的 扶养比 49.9% 他的 扶幼比 是19.1% 但是他的 福老比 是30.8% 等于3.2% 3.2% 的人 就是3.2% 青壮年 他就要负担 一个老人 好 那我们 刚刚就说 我们要不只是 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你看 150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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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有点可怕 扶老比 75.6% 我们的扶老比 是 这么可怕 1.3年的青壮年 他就要负担 一名的老人 所以 我们也是要为了 我们的未来 所以 当然我们的长照2.0 这是我们的中央 和地方的政策 那我们长照2.0 服务体系 它的建构 它又分为 三个 它有分成A B C 那A级 属于长照的旗舰店 旗舰店就是很大 它就是有一些 比较重症的 它必须在医院 在 比较 这个保分 可能就是说 靠专业人才 来给它做服务 那还有第二种B级的 就是长照的装卖店 装卖店 当然 它就是熟悉 那今天本期 A级跟B级 不是我今天所要讲的 因为这两级属于 较少于医院 较少于我们卫生局的 组长 当然你们都是 侯医去集园 那今天 白日所要讲的就是 西级的 巷弄 长照站 人家说 甘麻店 甘麻店 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做什么 长照2.0的甘麻店 就定义说 直接跟我们的社区 就 市民朋友 比较 有直接的关心 我们要如何来做预防医学的 这一个区块 就是让我们的预防失能 或延缓失能的健康促进服务 这就是说 要如何让我们的预防生育治疗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 长辈们 就有那个知识 还有一些尝试 当然要透过我们的相关的 比较专业人才 来做这样子的辅导跟帮忙 那是要强化社区光华的据点功能 当然要有更多的 更多的地方 来做这样子的服务 我们说甘麻店 甘麻店里面 有什么单位可以来做这个方面的处理 当然是居家复理所 居家服务单位 还有我们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农医会也可以 社区发展协会也可以 村里办公室也可以 这是社会福利团体都可以 那等等 那我们提供的项目 当然就是说 短时的短时数 有可能就是说 让我们这一些需要照顾的 服务的单向就是说 也能在社区来做预防保健 电话问安啊 关怀访市啊 那就是做餐饮的服务 体势能的 对他们的一些长辈的 这样子的服务 让他们可以 可以在这个地方 可以在甘麻店 我们的长照甘麻店里面 让他们可以延缓老化 让他们可以有一个身心灵愉快 就不会造成 持续的去 去 真 让我们这些 长辈 大家健康 健康的人 可以来照顾 亚健康人 健康的人 就可以来照顾 半健康人 说半健康人 人家很听 有人说亚健康人 有一些 或许有一些 也不是很清楚 就是说亚健康人 就是说 就这样 使用人照顾的那种 所以我们如何来打造高龄长辈 这些友善居住的环境 这也是真正落实到 在地老化 在地安养 可以得到有尊严的妥善照顾 这是本期 来 我们再来看 好 那我们长照十年计划 所发的机会 大概是很多啊 但是你也是要透过 很多的民间单位投入 有很多租丸来建构 结合有意愿的 我们的社团啊 来参与 那我们像我们的社区妈妈 当地的社区妈妈 像这个 我觉得是很很开心 我觉得我们正阳社区发展协会 哇 他这个洪宝宏理事长 他真的好棒 那如何来营造有力的 照顾资源发展的环境 满足在地长照的需求 那这个 这是我们的据点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为了要 让我们 我们的正阳社区发展协会 有这么一处 那么好的地方 真的是婉容 真的用很多心的 一直去美和很多的地方 有些的站着 站着毛坑不拉死的 也有啦 但是也因为 让大家和平相处 后来我就也没有再继续去 大家都要做好人 有些是公社 但是有人就是要站着 就是没办法 但是要怎样 为了地方的可爱 那我很感谢我们的那个 国小 前政国小 市府成立长照 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当然我们政府的资源有些 民间力量当然是无穷 无穷的多 那我很开心 看到我们前政国小 把闲置的空间 以后来这是在做 营养饮餐的厨房 它腾出来 就让我们社区发展协会 来提供我们老人 来做营养餐食的服务据点 那当然真的是很感谢 那这个据点成立之后 我觉得这里以后 可以发挥到非常好 它让独居老人 不必为餐食烦恼 那因为我们台湾的社会 已经是老人化 独居老人也越来越多 许多独居老人身心障碍的朋友 也许有经济上的状况 有困难点 但是也无法治理它的餐食 那也没有得到很好妥善的照顾 那就是我们政府 来委托民间社区发展协会 来提供就是我们冯宝峰 李市长我觉得在这里 我真的是感谢他 我觉得他的那个细心啊 还有结合我们很多的长辈哦 阿姨长辈 他们每天都很开心很快乐的 去为这些独居老人来做餐食 我都有感受在其中 那他提供周一到周六来做送餐的服务 有许多社区志工也接力加入这个备餐的行列 那也在数十年来不断的不断间断的 没有间断的送到每个个案的手中 感觉很感谢 尤其在前任国小有提供 我们现在正阳社区发展协会 这个把前任国小的闲置空间 也正全力在进行整修哦 就修缮哦 那当然婉容就有去争取嘛 也很感谢我们的驱公所 也来大力的支持 这个是我们的校长曾校长 他也很有爱心的校长 这是洪宝宏理事长 我们就这样子的 像他在这边也 我觉得礼拜天哦 礼拜天我们社区发展协会也没有去送餐哦 但是刚好我们就那个前任国小 刚好有在做那个亲子活动 教教教那个好像是一个国小的营养师 来教我们的孩子哦 来包水饺哦 那我们理事长他又腾出这个空间 哦 哇 太开心了太棒了 我也让他们请那个水饺 因为我们刚好是有一个清风运动协会 也在那边 他们都是老人哦 就也在借用我们的前任国小 在那边办那个垂球的比赛 那我也顺便去看看他们那个地方 是不是做的怎样了 做的好了没啊 那我就去关心他们 那他们那些就是妈妈 就是他们也是长辈 有的也是七八十岁 但是他就是很健康的哦 他很健康 每天就去干水哦 在他们这个地方还没处理的时候 他们就是去给人家租个地方 去做那个 做那个 做那个 就提供一些餐食啊 我感觉说 真的是好事多么 但是他们也利用 就是刚刚说 体势能啊 理事长他们也透过 就是 就是定时啊 就固定时间 就让他们来带动唱 让他们 那这些 尤其有一些长辈哦 他也透过在这边 来的蒸菜 蒸料的菜 他就带他们上去 又奔 奔奔奔奔奔 奔奔奔奔奔 剛說要活動中心 但是小港目前好像沒有這個日照中心 是不是有什麼時候可以來設置 這是本席的跟局長的建議 那長照十年計畫2.0 將在於106年1月正式來實施 那它是需要說三個里 至少要有一個長照站的為目標 但是我發現要來做這個 它說三個里就要有一個 我不知道有可能嗎 有沒有做好準備了 那這個長照 長照沒有錢 又沒有人 又沒有任何做法 我是覺得要透過我們的家庭 照朋友 就可以把有能力的長輩 來照顧亞健康的長輩 那在保安部門的時候 我也跟我們的衛生局長 來做個建議 他還允諾 將有可能就是說我們的健康人 辦健康人 我們的亞健康人很健康的長輩 他有時候不一定有那個靈略 但是有一些他的常識 跟有一些相關的知識 也會有所不足 當然也有人是退休之後 有的是副理師 有的是一退休之後 有些他也是有專業人才 但是有時候也要透過社區的媽媽來做 所以說我們要如何 這個是衛生局長 他給我允諾說要做規劃培訓長照社區 做自工專業的知識 做相關的課程 但是我們社會局 應該要更積極來輔導社區 團體加入長照的服務行列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的局長長照法 在106年正式上路 那我們告訴政府社會局 你準備好了沒有 那你是不是給我那個 來你回答一下 請姚局長答答 那你是不是先跟我講那個 這是第一個問題 謝謝主席謝謝議員的關心 那個那個南區銀髮那個 銀髮族市民農園 我剛到任的時候就已經去看過了 所以當中市有很多這些 也不只針對老人 身心障礙者精障 我們現在非常實心 都是用原意治療的方式 來做這類的另類輔療 所以成效都非常的好 那有關在墨蘭地 這個地方造成災損 那也是議員也非常的關心 那我們相關的這個倒塌的糧亭 相關的一些廢棄物 我們社會局也都協助來清理 那我們有先協助設置了兩個 臨時性的一個帳篷 來供長輩來休憩 那已經要針對比較長期的一個 兼顧安全的休息區 那這個部分也已經做了估價 差不多十萬元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社會局也已經有連結到了 相關的一個資源 民間捐款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協助它來建置 因為這是一個糧亭啦 原本就是一個糧亭 如果我們要把它變成一個固定的建築物 好 那個這個部分我們可能回去請問一下 當初估價的廠商是怎麼樣規劃的 好 這個細節的部分我想我們老福科 這邊也會再持續來follow up 那也藉這個機會跟那個議員介紹一下 我們老福科 玉林科長 那他之前是我們仁愛之家的主任 然後他在原高縣的時候一直到現在 其實累積了將近20年 在老人福利相關的工作經驗 然後非常的專業 那最近他上任以來都一直非常忙 因為常常2.0 中央常常叫他們上去開會 所以他常常可能就議員比較沒有機會看到他 不好意思那藉這個機會也跟議員做一下介紹 那不好意思我們剛才不是在滑手機啦 我再查資料要跟議員做說明 那針對鎮阳社區老人活動中心的這個部分 我們這個地方是開放從禮拜一到禮拜五 那目前是固定差不多有20位長輩在這邊 接受相關的服務 那這個地方定點也有提供送餐的服務 那這個定點因為按照我們協助的社區關懷照顧據點裡面 這個也是我們補助的單位 所以議員您剛剛的資料可能我們要再跟您強調說明一下 除了公所之外 其實社會局每一個月都持續有相關的一個補助 我們每一個 我沒有跟你講一個破壞 我不是說我嗎 我是那個提倡說我們協助的空間 我沒有說你有沒有說怎麼樣 我不是今天我不是在改成他 我只是說他現在有在我們的空間 有啦 因為您有提醒說 希望社會局要多加關懷這個地方 對對對 OK 那我的誤會 我的誤會 嘿 是 我只是說 是 是 是 喔 不好意思 我 對 是 是 是 不敢不敢 我們現在高雄市大概有212個 這一類的社區關懷照顧據點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要達到衛福部設定的這個數量 的確是還有蠻大的距離 但是ABC C的社區關懷照顧據點 有沒有符合衛福部現在期望設置的這個點 他對於衛福部現在的C 我們現在目前的社區關懷照顧據點的功能 是沒有達到的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還要達到這樣子 我們還有別的要加強的部分 那所以 這個部分有很多細則 因為我們11月全國都開始 2.0的試辦計劃開始走 所以其實2.0的試辦計劃走了之後 其實也是滾動式的會修訂 所以如果到時候確定 三個禮就要有一個這個目標 現在看起來是比較不可行 所以我們也一再的反應 希望說未來可以用一個比較做得到 那的確在在地也負擔得起 然後不管在財力人力跟場地上 都是可能來做的形態 我們才來推 要不然定的很高 如果每一個單位每一個縣市都做不到 那其實也枉費了 也枉費了 我們現在要推這個長照2.0的這個部分 那因為ABC的部分 連這次的試辦計劃 各縣市要找到可以做A 可以做B跟C的單位 大家都花了滿大的力氣 所以這個部分 的確還有很多需要整備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也花很多的時間跟中央做一些 在地的我們資源盤整完之後 有一些執行面上的一些 不管是困難或者是建議 或是修訂的一些執行面的部分 甚至說他們現在在定執法的 細則的一些部分的時候 其實中央也多次的下來 然後也多次的找我們上去 就是希望馬上要上路這麼重要 而且中央給了這麼多的 就是規劃了這麼大筆的經費 就像總統講的 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只能夠成功不能失敗 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重要的一個新的社福的政策 我們是非常嚴正以待的 所以我們當然希望 如果可以用亞健康的 健康的來照顧比較不健康 亞健康的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是一個理想 我們現在很多志工也有在推 引法志工的這個部分 也希望可以把他們投入我們在地的一些服務 那的確照顧人力的部分 中央也是有很明確的規定 必須要有一些特殊的專業的證照 或是必須要有一些訓練的時數都要達到 所以除了志工的運用之外 我們還需要非常多的專業的照顧人力 甚至說護理的人力 或者是復健的人力等等 所以這些部分 我們很感謝議員有很多的關心跟支持 那我們也藉由各種的場合 也希望跟中央講說 我們有設立很高的目標 當然是希望可以給長輩很高品質的服務 但是如果跟我們現實面各縣市可以達到現階段 有很大的困難的話 我們是不是分波段來執行 其實也會在在地的一些可以承接的這些團體 也有可以跟得上的一些機會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都有去盤整 也有去辦說明會 然後我們也有 中央也有下來開說明會 然後我們也用各種不同的聯繫會報的場合 我們也都有去做說明溝通 他們也會跟我們講 這樣子相關會有什麼困難 所以有一些我們跟中央反映之後 中央其實最近也有一個修法 行政院也是剛剛偷過 也都是放寬了很多的這個部分 所以那個議員放心 這個部分我們都沒有偷懶 其實我們一直都非常努力的 在做相關的準備工作 我們現在目前日照的分工 社會局衛生局原民會 社會局負責25區 衛生局負責10區 原民會負責3區 小港的部分是衛生局的負責區域 我相信衛生局現在也是努力 在找合適的一個單位 因為他們找到單位之後 還要送中央 中央還要核准了這個單位才可以認 林議員我們先處理 我們一分鐘就結束了 所以等答覆完我們就結束了 對 我就是說等他答覆完我們才散會 OK 好 就是在兩分鐘之後我們再散會 OK 來 兩分鐘 其實剛剛那個局長 其實我剛剛一直在跟你講 就是說我們的鎮陽社區發展協會 我就是我剛剛不是說你們沒有對他們照顧 我只是說未來的長照2.0裡頭 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們去 剛剛你講的去盤整 要很多的它的高門檻是不是可以達到 那我就是剛剛一直在跟你講說 因為我們在那個我們的鎮陽社區發展協會 我們有做到這麼好 就是說因為 本期也在背後一直有在幫幫協助 那社會局 那還有我們的區公所都一直有 那也感謝我們的我們的學校 就是曾校長前任國小 因為他們願意支持 那這樣子可以活絡他們的空間 那可以讓我們像類似有這樣子的 算是一個標杆 我覺得 本期也覺得他們做得很好 真的 那就是因為他們做得很好 所以剛剛就有在談到就是你有講嘛 就是衛生局局長有在允諾我 因為你們沒有辦法去培訓專業人士嘛 那他志工他的專業知識 還有有一些就是比較長輩的人 或許他有一些專業知識不足嘛 所以衛生局他說他們願意來做這樣的培訓 所以你們兩個局處要怎麼樣去做好長照2.0的這個工作 是我們持續都很密切在做討論 都會一起規劃一起執行 那很好啊 是 那這個你剛剛說 我們會定期開會 對 那我是不是可以一共 然後再一分鐘 一共給本席 你們有這樣子的分工合作 那是不是你們哪一個哪一個 哪一區屬於我們社會局 是 負責的 是 的業務 那衛生局 是又有哪一區 是不是可以 要不然我也不知道 我想說這個長照應該是屬於你們的 怎麼又跑到社會局 要不然我那一天我就問社會局了 所以我們不知道你們的合作 的那種區分 沒有關係我們都一起的 我們回去會一起把資料整理好 送過去給議員 好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大家 謝謝議員的關心 講那麼久你都不了解林議員的意思 他一直在推 有一個好地點告訴你 不要忘記小康期或前陣期 剛剛講的那個做得那麼好 那麼多人關心 一直在提醒你 你都回答不一樣的地方 要了解他的明白 OK 來辛苦大家了 我們謝謝林議員的執行 我們今天下午的議程就到這邊結束 明天上午我們9點繼續開會 好散會 OK OK